日本在本月初公布的修订版出口管制实施细则从今天开始生效 日本正式将韩国从享受出口管理优待对象的名单当中剔除 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东京的财经频道特约记者胡一胜 和正在首尔的财经频道特约记者张小娟 二位好 先请医生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吧 好的 主持人 日本出口管制新细则正式生效之后 从今天开始日本企业向韩国出口之际 对于除食品和木材之外的几乎全部品类 日本经济产业省都有权要求实施个别审查 而且今后日本也不再使用白色清单这个说法 而是把所有国家和地区分成了ABCD四个组 那么原先在白色清单上除韩国之外 包括美国 英国 德国等共26个国家 以后会被称作是A组 韩国将会被列入B组 2004年韩国曾经作为唯一一个亚洲国家 被列入日本出口白色清单 而现在韩国也成为了首个被日本剔除出这一清单的国家 那么日本政府其实是一直坚称 加强对韩出口管制并非贸易禁运措施 在本周一韩国总理曾经提出如果日本撤回相关措施 韩国就将重新考虑废除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一事 那么对此日本经济产业大成在昨天回应称 出口管理强化措施的性质和有关军事信息的政府间协定是完全不同的 韩方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对于日方来说既难以理解也无法接受 韩国目前是日本的第三大出口国 去年出口总额是达到了535亿美元 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 新细则实施之后 受影响最大的产品主要包括工程机械和碳纤维 按照日方的说法 这些产品是最有可能被转用于军事用途 所以原则上今后像韩国出口这些商品是需要根据每一份合同来进行单独的审批 但是一些日本企业的负责人也表示 加强对韩的出口管制措施只是让出口手续变得复杂了一些 并不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很大的影响 那么日韩争端发生以来 现阶段其实对日本的旅游行业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影响 原本占到了访日外国游客数量近三成的 韩国游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数量减少的趋势 近几年来来自韩国的访日游客 以每年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人次单位在持续增加 但是今年日本观光厅在上周发布的 1月到7月的统计数据就显示 韩国游客的数量比起上年同期 已经是减少了约20万人次 那么5月以后 日本国内也已经有18个机场 约40几条韩国航线 敲定了停飞或减少航班 机场方面也表示 预计这些航班难以在短期内恢复 那么这一系列的反应 对日本政府力争实现访日游客 4000万人次的目标 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东京带来的观察 主持人 好 谢谢医生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下小娟 这些政策的实施 对韩国企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韩国方面有什么应对措施呢 来做个介绍吧 小娟 好的 新墙 日本修订版出核管制实施细则 今天的正式生效呢 意味着今后对日本产品 依赖度较高的韩国企业 随时可能会陷入进口难的困境 那韩国机构近日对572家 对日本原材料中间产品等 依赖度较高的中小企业 进行的调查显示呢 八成以上的企业 目前日本产原材料的库存不到三个月 且短期内相关企业 很难摆脱对日本产品的依赖 在应对方面呢 今天上午韩国政府将召开 应对日本出口限制措施的会议 对此前指定管理的159个 受日本出口限制影响较大的 屏幕的现状进行确认 并将发布核心原材料零部件 国产化研究开发的投资战略等 同时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 政府将选定约1000家 有可能会遭受损失的企业 进行集中管理 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 协助企业尽早实现 多元化的进口等等 那根据韩国金融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呢 本月内已经受理了130起 受日本出口限制影响企业的 金融援助申请 总援助规模为2654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6亿元 韩国金融部门表示呢 今后预计韩国企业受影响范围 或将进一步扩大 韩国政府将根据今后事态的发展 进一步扩大对企业金融支援的幅度和范围 另外韩国政府在相关预算的落实 关税减免等各方面的应对措施 也已经开始逐步实施 同时各地方政府设立的应对中心 也已启动以帮助韩国企业 应对日本出口限制带来的影响 以上是我们在首尔的观察 敬想 好的 谢谢小娟 相关情况我们财经频道还将继续关注 谢谢二位